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 我是黄雪盈 这一节环球追踪 和大家跟进格宛欧美股市的最新情况 美股上升 油价大幅反弹 能源股都跟随回升 标普能源股指数升了1.5% 加上企业拼购 以及蓝筹业绩的消息 都带动大市向上 三大的主要指数都升超过1% 杜瓊斯指数 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上升211点 收报17884点 纳斯达克指数升48点 收市报4765点 标普500指数上升21点 收报2062点 接着看看美国公布的一些数据 例子美国商务部 都公布 去年12月贸易逆差上升超过1.7% 去到465.6亿美元 预期的逆差去到380亿元 是2012年11月之后的新高 再看看美国务工部公布的 截至1月31日指的一星期 美国初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到27.8万人 按星期计增加1.1万人 而市场预期是229万人 也看到今次的数字比预期的数字做得较好 另外截至1月24日的一星期指 美国逐身令失业救济金人数去到240万人 按星期计都增加6000人 而市场预期是去到239.5万人 再看在美国买卖的港股如托证券 造价都普遍上升 汇丰教本收市价上升超过1% 收报是72.99 至于中移动 折合港元教本杆收市价下跌0.53% 收报在107.73 而中海油上升挨近2% 中石化都上升挨近2% 中海油收报在11.07 而中石化收报在6.28 至于中联通都上升挨近1% 收报在13.04 中人寿上升0.37 收报在31.02 而中石油都上升超过1% 收报在8.71 欧洲三大股市都是靠稳的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5点 收报在6,865点 而法兰克福Dex指数跌5点 收报10905点 巴黎Cat指数升7点 报4,703点 至于商品价格方面 又加计上日大幅回落之后有个反弹 欧盟上调经济增长预测 将今年欧元区增长的预期 由1.1%上调到1.5% 都支持改善能源需求的前景 看到纽约旗油都曾经重上50美元以上的水平 收市报每桶50.48美元升2.03美元 升幅超过4% 去到4.2% 而伦敦布兰特旗油都一度升穿57美元 收市报每桶56.57美元 升2.41美元 升幅有4.5% 金价下跌 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加上欧央行都表示不再接受希腊债券 都显示环球前景仍然存在不明朗的因素 令资金流向股市 亦令到金价下跌 纽约期今下跌1.8美元 收市报每盎时1262.7美元 再看美元汇格 美元对港元7.7518 一元117.45 欧元1.1469 英镑1.5332 瑞士化囊0.9228 家元1.2433 欧元0.7835 楼元0.7413 至于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去到1.82来 30年期债券去到2.43来 外围的情况先跟进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加回给你谢美琪 谢谢小型 我身边的嘉宾 就是请到我们研究部的经理 直要辉Stanley 跟我们说外围方面的情况 早晨Stanley 刚才也听到外围方面 美股升上超过百分之一 几大的利好因素 油价重拾升轨 更重要有些蓝筹业绩 评价消息和数据 刚才看到数据比较参差 一面倒向好 大市究竟在升什么呢 美股有没有实际的支持 其实近来美股都有难触摸 因为日升日跌 基本上 如果你看看近期 我想都不单单是美股 甚至你可以说环球股市 基本上波动性都大了很多 你讲到油价 基本上油价都是日升日跌 都不止日升日跌这么简单 基本上是急升暴跌 你都可以说令到大市的方向 都真的很反复下 而且刚才提到的数据 虽然昨晚出来的 新申领的失业基金人数 比预期中好 但再看星期三晚的时间 那时ADP的数据 基本上私人就业职位 增加23,000人 基本上都比预期中的22万为小 所以都反映到就业市场 你说是否一面倒地 叫做现在是好理想 都未知 而今晚可以说是比较关键 因为事实上今晚本身 就是浪费payroll的数字 而且浪费payroll 大家都觉得今次应该都会适当不差 而且你看之前说到ADP的数字 虽然都可以说比预期中差一点 不及22万个 但如果你拉回那边的平均数来计 其实在过去这半年的时间 ADP的平均数都超过20万 其实也不是叫差 而且大家都知道 就业数据一向和加息的预期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启示性 所以今晚这个数字 我相信大家也要密切留意 而且今晚的数字 假设出来 你发生是很漂亮的 似乎大家也会担心 就是说可能加息的时间 又会可能是提前了 但出来的话 都尽是好像 都没有太大的启示 甚至乎出来都是 比预期中找叉的话 都不其让大家觉得 加息的时间 有机会是会延后的 所以今晚这个数据 都真的可以说是很关键 但即使你看美国这次的情况 其实都要看欧洲那边 虽然你可以说 欧洲的经济状况 又似乎一些预测 好像调高了 但你看看当前的形势 都有点而不是那么明朗 特别就是希腊那边 又好像有点玩意 第一年才谈得都好 但是突然之间 两方面都好像是很强烈 所以就令我 我想智陽上面 对于现在 希腊那边的局势 都真的又不是太过 太过太过乐观 但是我认为 拖 这件事都是拖下去的 最终究竟 能否达成一个共识呢 一定可以的 没有说不行的 我又觉得两者 又不会真是 到最后没有的 两个取其轻 都是拿个带来拿个共识 就希望这件事可以圆满解决 但是这一个的情况 就是油价那边 基本上这两个因素 在之后的时间 我想对美股的影响是比较大 而欧洲方面的情况 暂时来说 先看着希腊这一个因素 不过我相信 短期里面 能否搞定 都是困难一点 但我相信 希腊那边 暂时是拉锯的阶段 对 不会那么容易 就会被希腊方面得逞 大家要留意相关的事情的跟进 另外也提到 刚才说到 市场也留意 美国稍后会公布经济数据 跟大家先预试一下 好似有一月 新增的非农就业的职位 市场预测是23万份 一月份的失业率 预测是5.6% 还有12月的消费顺态 预测是152亿美元左右 看看港股方面的最新的开市表现 看到港股是上升的 但升77点 建议时段 24,843点开始 但现在这一刻 跟随A股方面有跌势 上证跌了16点开始 今天来说 看到港股暂时要掉头跌 跌了16点 还有24,746点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和Stanley说 港股和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似乎人行降准的效应不再 我们稍后再讨论 稍后再继续开始 就这件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